背景音乐的部分 我们没有讲过 不过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格式背景 图片一样 就选择哪一张 01 0 3 按开启 那背景音乐在哪里 在一般 这边有个背景音乐 浏览一下 那这个往上一层 找到 Music 01 01就可以了 那就完成了 1跟2的部分 再来的话 网页的那个 以动态 在这个上面的部分 加上一个吉他色色死 就上面这部分 加一个标题 标题的部分 类似像这样 那这样就是输入文字 我就是把这个文字 先输入上去 然后直接把它输入上去 输入上去以后的话 上面部分 它要求我们字的 大小为4 然后字中 标凯体 标凯体 这地方的话 选择一个标凯体 标凯体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 改成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 0FF 1234 红色的 没错 按确定 再来的话 分别就输入 吉他色死 然后中间的话 你可以按空白键 它没有限定说 到底几个空白键 反正把它分开就可以了 分开好之后的话 就输入这些文字 它这个地方 下方 下方制作一个 表格 表格的话呢 就是把这三个资料放进去 那在这里下面按一个Enter 接下来的话呢 插入一个表格 表格插入表格 然后就是一列 三栏 框线为0 不要有框线 再来就把这些资料 其实输入 就直接把它输入上去 那我刚刚已经把它key上去 这样比较省时间 这个应该在第二个格子 第三个格子 吉他色 教学内容 直接把它放进去 那这样上方就会有三个超连结部分 接下来的话呢 他说这个地方要回首页 他有跟我们讲回社团介绍首页 然后呢 这个地方要求什么呢 水平至中对齐 所以这里把它至中对齐 水平至中对齐 接下来的话呢 并且设定超连结 所以点下去超连结 连结到哪里呢 这边改回来 改成index index在上一层 index这里 然后呢 他要求什么呢 目标框架 这个地方很重要 目标框架在top中开启 不得在main框架中显示 整个首页 不然会导致这个整个 整个网页乱掉 所以这里的话呢 你要选的话 应该选哪一个呢 这地方 要选择整页的 top其实就是整页 特别注意 整页 top就是整页 不然的话 整个网页会乱掉 目标框架一定要选 按一个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的话就输入 这个地方 近期活动公告 应该也是要至中 水平至中 并且把这个超连结 超连结到哪里呢 到那个Guitar 这个地方超连结到Guitar 然后并且在main框架中显示 Guitar event 这一个 目标框架的话选择在 其实就选择相 就不要选就好 或者你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 Main也可以 main也可以 好按确定就好了 再来的话 吉他社教学内容 这个应该也是至中 接下来的话 把它超连结一样 右键超连结 超连结部分的话 连结到rending 目标框架一样 sululemain Main就可以了 按确定 好那下方的话呢 就把那个文字汇入进来 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0101这个地方 点两下 开起来之后的话 把它全选 复制 再贴到这个底下来 就可以了 好把它直接贴上 这里开启 就开启 直接把它开起来之后 把它复制 选取之后复制 在下面的地方贴上 那贴上之前 我是建议你们 可以先做一个动作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要 它这个地方是要标凯体 所以你就预先 可以先预先先设定 那个标凯体 把它先设定标凯体 然后字的大小为3 颜色的话 这地方颜色选择 FF 0000 就是RGB应该红色的 那直接把它贴上去 把刚刚那个档案贴上去 奇怪贴上没有反 再设定一次好了 标凯体 标凯体 然后字的话是红色的 并且怎么样 是不是字中对齐 它没讲 不过我们把它改成 靠左对齐好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 就完成Guitar History 一样的方式 好把画面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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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